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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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最近有一件事是跟一間cafe的故事有關 因為這個商場是出名的寵物友善 所以裡面的食事基本上都是 歡迎貓、狗或其他寵物入場 而有位貓主就帶了一隻貓進去有間cafe 他就說已經有看過門口的故事 就說是不可以讓狗進去食事飯 所以就帶了一隻貓進去吃 誰知吃得一半才被人趕走 還說故事很清楚說不明是不讓寵物進去 但明明故事只是寫狗 所以就搞到有爭執了 然後cafe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出來回應 說完一大堆其實都沒有跟市主道歉 所以市主看到這個cafe的回應 就忍不住再回應他的回應 補充更多資料 最慘的是他又要死定說任何寵物都不行 結果出事了 對,你又說跟食環 食環都說是不給狗隻 沒有其他動物 是裏面的食物室和廚房才說不給其他動物 要搞清楚 喂大哥 外面的紅馬、黃馬 綠馬一時是黃馬 入得一時是黃馬 不入得一時是零加三 一時是零加零 一時是主動查 一時是被動查 那些指引改改已經夠亂了 你們究竟是狗不能入得 還是所有動物都不能入得 那些指引這麼簡單都不清楚寫明 真的亂上加亂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各種 瘋線或者多管閒事的告示 或者商店的職員 話說有人買某間快餐店的外賣 就是一個需求特別說明 一個大薯條、一個中薯條走鹽 還要重複四次 即然阿知是大薯條不用走鹽 中薯條要走鹽 我不太得到 不如你直接在下飲食的選項選擇 讓職員不用猜猜 最搞笑的是他不停重複一句說話 薯條會遲留都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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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阿知是要求薯條要凍掉才拿過來 好 沒問題 即是你說一個地方不好 你想移民 這些重大決定 就說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喂 吃頓飯而已 那些薯條真的這麼吸引你嗎? 那些三番四次都令你這麼失望 就叫個第二間 為甚麼都要叫他 那你自己拿庫尼辛呢? 剛才就是客人來 現在就是到職員了 買家想買一杯沒那麼甜的焦糖奶茶 但是杯一來到 上面就貼著說 甜度固定無法調整半糖等於沒味道 喂 沒人說焦糖奶茶一定是很甜的 焦糖都可以選甜度 即是如果去台式飲品店買飲品 不能選甜度和有多少冰 我真的寧願買一些冠裝的飲品 都不要緊 每間店舖的做法不同 但下面這一句真的令人生氣 都已經學喝尿尿 就別欺騙自己學半糖比較健康 你給不到客選指定的甜度也算了 還要串過客為健康而減糖 喂 大哥 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減糖不一定是為健康的 可以是純粹喜歡喝沒有那麼甜的焦糖奶茶 不行嗎? 喜歡喝多點奶茶味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為健康? 喂 就算是為健康也不關你的事了 即是如果我是客人 買到這樣的東西 我真的不會再買第二次 你可能心想 啊 日後買飲品不要對著人買 買一些已經預先包裝好的自己回來再慢慢沖 那就沒事了 那你就出事了 這個叫做冷不防 更加危險 話說大陸某個牌子的掛網式咖啡 每個包裝上面都有一些句子 可能是一些激勵的說話 配合喝咖啡會提神的主題 不過其中一句說話 就真的完全可以發揮提神的作用 你看到這句話已經當場醒神了 連咖啡也不用喝了 正所謂一句說話激怒什麼什麼 這個可以說是一句說話激怒回工的媽媽 因為他說什麼? 每一位職場媽媽都欠孩子一句對不起 嘩 什麼意思? 上班賠不到小朋友 所以就要跟小朋友說對不起 給你一條命好嗎? 我想問可以不用上班的媽媽有誰想回呢? 我想說呢 最偉大就是職場的媽媽 又要上班賺錢 回到家還要揍小朋友 啊不是 臭小朋友 所以我說應該要反過來 是她老公和兒女欠職場媽媽一句對不起兼多謝 怎麼會反過來說呢? 以前走過的街市或者超市 如果有這些好像雜貨店一樣擺出來賣的果仁 有時都會見到一些人拿上手試吃 那有間超市就不想那些人拿上手試吃 就動了這個告示說 請物試吃 謝謝合作 如果那個告示來到這裡就結束了 這樣也很正常 但是下面還有 除非你逃出身份證 你的名字叫請物 哦 原來叫請物的人就可以試吃了 失敬失敬 那我又真的不是叫請物 只不過這樣 相信大家都聽過一些福聖 例如有人姓司徒 也有人姓諸葛 而我的福聖 就可能大家未必聽過 在下是姓非禮 而名字就叫做蜜師 全名是非禮蜜師 對了 不是非禮蜜師 是非禮蜜師 所以你看回這個告示 我叫做蜜師 他說請蜜師吃 就是請我吃 那我可以多謝你 是非禮蜜師 雖然人就有三急 不過去到廁所 如果看到廁所的廁所 那些廁所的廁所 那些壞了也沒辦法 那就唯有沒得用 只不過我又未見過這樣的告示 在尿兜上面黏著禁紫小便 那你這個尿兜拿來做什麼 裝水啊 拿來淋花 還是拿來裝香口膠 那都不要緊 打算去屎坑看看 誰知屎坑上面同樣地黏著一個這樣的告示 禁紫大便 那你這個屎塔拿來做什麼 還是廁所就像他那樣 是假的 所以不可以餓 連他的廁所都是假的 你想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是真的 唉 那我們要去哪裏 還是期待我們要反過來 在尿兜裡餓屎 在屎坑裡餓屎 哦 不是 這裡就是答案 This toilet is currently out of order Please use the children's ball pit 哦 原來是大小二便 都可以去波波池解決了 那就不用麻煩特意反過來 剛才的廁所就禁止這個那樣 而這個就沒有禁止 但是呢 我感覺上更加不正常 左邊這兩句就沒什麼 請保治清潔 使用後請沖水 但右邊這個 請保治清潔 已經重複了 請蜜亂套痰 奔狼汁 OK 但右邊這五個字很恐怖 監視錄影中 Nani the f*** 你在廁所裝監視器 還要大大的故事說出來 我心想對著鏡頭微笑 哇 就是人家廁所偷拍而已 你擺到明拍 好厲害 我覺得最離譜的也就是這個 這個是貼在某間超市的故事 親愛的顧客你好 接受顧客推薦指數調查時 麻煩填寫9至10分 顧7分以下不計分 喜愛嘟嘟嘟嘟嘟嘟嘟 原點的環境員服務請 因為我們夥伴的最大鼓勵 我們努力做得更好 首先 要客人特意填一個調查問卷 都已經是多了的要求 一般顧客買完東西就走了 為何要填多一個問卷這麼麻煩 你要別人填東西都算了 還要求別人填多少分 其實你問卷是一個很民主的東西 你問別人的意見 別人就會填自己想寫的東西 是由心到出發 就不是你叫別人麻煩填多少分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索性只有9和12個分數 被人選算吧 身邊有人填 嘩 他們的調查真的非常有參考價值 另外我想起之前的照片 就拍下 有人把顧客問卷的二件箱 和垃圾桶放在一起 我覺得他們的收集問卷調查 那個箱根本都是這樣的設計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各種癡善 又或者多管閒事的告示 或者店主 不知道最令大家深刻的是哪一個呢 或者大家有沒有試過去什麼店 或者買過什麼產品 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告示 或者一些很奇怪的經歷 都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或者投稿 今次的影片來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再見 再見 站長心情極度欠佳 敬請保持安靜 如目必要請勿大搖 多謝合作 就是這樣 在車廂保持安靜是對的 但不是因為你的心情極度欠佳才要保持安靜 如果站長認為你的心情會影響到你的工作 那就是你不夠尊嚴 又或者反過來說 你真的心情不要影響到自己上班 就麻煩請假 調整一下心情才好好上班 帶著情緒上班 就很容易出事